这里是优德诊所 那我们找了一个 身上的图 身上的图跟脸不一样 脸的皮脂线发达很多 脸的化妆 脸的头发 那我们先举个例子说 这叫表皮 Bestal Cell就是基底细胞 皮肤的代谢是28天 越年轻越快 Malamin Cell就是黑色细胞 我们就用这个保护太阳 太阳光一晒皮肤就会产生Malamin 这个Malamin一直往散 肌底细胞带着往外推 这个功能降低就流黑板 或者不均匀 Dermis就是真皮 真皮比较复杂 血管汗腺 皮脂腺 这是最常见的 毛 树毛基 Hair Follicle 这血管就身上很小的血管 这跑出组织胺出来 抗组织胺就是解毒的药 美白的药 Succulinase Fat 就是鼻下脂肪层 它也会影响到肤色 皮肤其实是很强韧的 那皮肤的 没有想象那么脆弱 皮肤没有想象那么脆弱 好不好 它可以防水 可以游泳 可以洗澡 它不会洗手东西 它是个保护器官 皮脂腺的大小 学问就大了 这跟辛赫有关系 皮脂腺里面内容 油的粘稠度也有关系 跟皮肤好不好也有关系 洞口通不通也有关系 那Malamin的色素 这种东西 现在就比较有药可以抑制 这有药可以抑制这个色素 叫美白针 就在抑制这个色素 那可以把它代谢出去 这个油有方法 那雷射也是一种 但雷射其实是杀鸡又扭刀 雷射有点 万一受伤怎么办 那这个血管神经 要小心 这个里面的血管 就不要去破坏它 要不然会产生血素斑 会产生血素斑 皮脂腺一定要把它弄小 这个靠辛赫蒙的治疗 SP 抑制南腺蒙才是最有办法 那皮脂肪层也不要小心 要除了胖瘦之外 要小心就是 它色素的成绩 像叶黄素的成绩 这样有点印象了吗